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是打一领带吧 和这个休闲化的西服又不合适 完全没有 全是领子吧 后来我一起看 找着这个了 我还告诉您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 你看它有点清真似 就是那一类的图案的东西 这是你看那网友讲究的 多元文化都穿在身上了 您作为这个文化代言人 我还真的是想请教王老师 说今天是清明节 对 我多想起这个问他一问题 为什么我闹不清 每年4月5号 是 杨历4月5号都是清明节 是 他是这样的 清明是一年24个节气 就中国的 我们现在叫农历了 就是中国的传统的 阴历 叫阴历 并不妥当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阴历的这个月呀 是按照月亮转 转地球一圈 它是29天或者30天 但是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日历的这个编造者吧 这个编制者 日历的侠编者 编制者 这个编制者呢 他考虑到了这个了 就是你要是完全按12个月计算吧 每年少上十一二天 比这个 比这个 就是太 地球绕 绕太阳的这公转呢 少那么12天 伊斯兰利呢 刚才咱们说这个 这是伊斯兰式的 伊斯兰利它就是只有阴历 它不管怎么按照太阳公转 它只按这个月亮 所以它这12个月 它的每一年是不一样的 嗯 他们说过 我不知他们怎么计算的啊 就前两天我还跟这个 在北京跟这个伊斯兰的朋友在一块 他们说我现在要比如说 咱们说77岁是吧 他如果要按他们说 我是79岁 因为这个期间已经过了79年 哦 它是按月亮 按月亮 它那个年短 对 它那年短一点 这个很明显 嗯 我们看那个什么 开斋节啊 对 牺牲节啊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叫耳带节啊 这些节日啊 哎 今年吧 冬天过 过了几年吧 到夏天过了 他就是因为这个 那我就不明白 那就过去中国古代没阳历这说法的时候 对 没阳历说法 那就等于每年清明节的几月初几十都不一样 那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两项措施 一项呢 就是有二十四个节气 二十四个节气 您看它和阴历它碰不到一块 哦 但是它和阳历碰得到一块 每年十二月 不是二十一号 就是二十二号 最晚到二十三号 一般都是二十二号 冬至 每年六月二十一号 或者二十二号 或者是二十三号 夏至 您这 您想想 从您出生到现在 那就核算是 中国这个二十四节气 一直等着这个辛亥革命的 是吧 辛亥革命它才归位了 是是 正式的 对吧 它二十四节气一直就有 第二的中国就在加润月 它通过润月呢 就把那个 就是比如说 搁了三年了 就差了一个月了 你说王老师今天一来 解决了我四十多年 没能明白的问题 就是原来 二十四节气 照公立 它反倒是准日子 对了 四月每年年四月五 包括夏至冬至 十二月什么 二十二号 照杨历 它是固定的 这个清明节给人印象深呢 因为这个期间呢 这个就冬春的变化 尤其在北方 特别明显 对 一到清明啊 你觉得真是春天了 咱们的正月初一 虽然叫春节 可是那时候 比较有远见 才能感觉到春天 那时候都挺冷 还太冷 对 哎呀 扎老师这清明有什么感悟啊 我这清明其实赶上我们家 正好我妈妈是过八十岁生日 她是我刚才要问你 您说您其实按伊斯兰 这个呃年历算应该七十九 那中国的传统呢 实际上是算虚岁的 对吧 所以有这叫过九不过十 我妈是今年应该是八十 就八十大寿 八十大寿 还就生在清明节 而且呢 这有意思了 也牵涉到新就是新旧两个立法 他当年的本来是 当然都是过英里的中国人 对吧 他比如说他是应该是啊 英里的什么三月二十二十八 但是呢 后来所谓就解放以后 参加革命以后 那填表的时候呢 就按那年一换算过来 正好是清明节 就四月五号 哦 所以这生日呢 既然填了表了 每年好像他的生日 就正好是在四月五号了 是是啊 可是今年呢 就大家一说实际上 他又不是呃 真的是四月五号 今年的他的生日 并不在清明节这天 他就有有点忌讳了 虽然是我妈是那种小时候 是教会学校的 有点洋化 到现在八十岁了 我妈还天天早上起来读英文呢 嗯 所以呢 这过了就说不行 这清明还是有点机会 咱们就改在这个前面这阴历的 这前几天我们就过了 哦 可是过的时候也有意思 我就说这这个这 您这一代哈 因为他算是跟您年龄差不太多 对吧 他就在这两个之间在那转换 你知道大家就说那送你一个生日蛋糕 然后我哥哥就说 这个上面八十大寿得郑重得有寿陶 得写上这些老话就什么八十大寿合家庆祝 就是这种 然后我妈就说 不要这个太旧了 陈旧俗套 说我要中英文 这生日快乐就行了 还得Happy Birthday 挺棒 对 所以我们就投老人这心意 就是就来这个 我还真觉得您这老母亲 就是当今中国乱象的代言人 没错 我也是感觉在他身上 这个你看他确确现在也确实是啊 中国人这些老节日 老礼节 或者是按照什么农历算的这些个东西 慢慢凋零了吗 都是说 可是现在就是圣诞节 什么情人节 这些个阳节 中国人过得比他们还欢 但过得也不太一样了 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挺有意思 这几年比较从上到下的 据我知道最早还是政协的会议上 有政协委员提出来 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把自己的节日忘记了 光注意那个什么情人节 圣诞节了 所以这个国家下了决心 国家下了决心 把这个五一节本来是休息三天的 变成休息一天了 把两天分给了清明一天 中秋一天 然后也加强了这方面的传媒上的报道 这个清明因为他祭扫扫墓 所以他也有他的意义 法国是你记得是福尔泰还是谁 是福尔泰还是谁 他就说过这话 他说中国人的这个精神 他说他有一种特别符合常识的 合理的东西 就是敬自己的祖先 到时候老不忘祖先 给祖先磕头 给祖先行礼 咱们就是祖宗教的 给祖先 对祖宗教 他说这个其实很符合人的常识 因为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他很正常 很容易接受 你别的教咱们可以争论 你说你信的是圣母 还是耶稣 还是真主 还是佛 还是什么 还是多神 但是你不管是你哪个教的 对自己的祖先保留一份敬意 希望祖宗保佑 这是城市价值 这是什么叫什么reasonable reasonable 他看合情合理的 合情合理 但实际上这个咱们自己在这 过清明也有很多改良的 要以前的话那一套一式呢 比如说清明之前应该是寒食 对吧 那都应该不起火的 可是现在清明反正 不论是清明还是什么节 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好吃好喝的 这么一个一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吃喝 然后祭嫂的时候呢 我觉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就是他也不是那么 好像就是一定是很肃穆的 去那怎么样 或者是比如说很多节日 我觉得都在都在改良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拜寿吧 以前的都是要穿的新衣服 不管是这个寿经老还是后代 然后过来要磕头 要很肃穆的坐在那 然后现在我觉得都是 比如我们家这就开了两桌 这年轻人在一块说的全是实情话题 然后老年人在那边说他们那点事 然后而且这家中也都是这种 就是洋派的土派的 什么左中右全都有 我很像现在一个 我就觉得在一个寿宴上 你能看在现在中国社会这种 就是五样杂陈 所以我说你们家就是文化乱象的象征 不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网了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今天这个清明节 这个王老爷有个对联 跟我们说一下 不是 我听人家说的 不知道是 好像是西南边一个城市 说清明节贴的大标语 是城市建设靠大家 文明祭奠 你我他 这个本来 怎么把你我都放进去了 这个含义并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怀疑 但是这个汉语 这中文呢 就是它不明确 这你我他是在这里的是主语 还是宾语 你是被祭奠 你是被祭奠 本来他的意思 说你我他都去祭奠 都要文明 待会我再说这个文明 文明啊 但是问题这么一解释 让人一解释 故意捣乱了 说这个不是 你我他 咱们都接受祭奠 那咱们 他这文明祭奠 现在提出来 我体会的 为什么呢 中国人多呀 你看一到清明的时候 这个什么八达岭 高速公路 什么北清路 圆明园路 就是往这个北边 这个山区 就是有墓地的地方 走到那个地方 了不得了 都是太可怕了 那个车挨车 这干什么 这是一个 城里是空的 今天我觉得 从东边到西 简直就没什么车 可能都出去了 还有一个最紧张的 就是烧纸 烧纸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烧纸呢 引起的火灾 北京公安局 多几架直升飞机 在天上 在那个什么八宝山上空 看哪儿冒火苗了 这本来烧给祖宗的 当然各地 也都做了一些 这个措施 有的开一个大房子 安一个烟筒 然后大家 烧的话 全给我进屋里烧去 个人对着 个人对着一脚 各烧各的 但是我倒觉得 这方面啊 咱们要学这林黛玉 因为林黛玉啊 就是教育贾宝玉 贾宝玉为了纪念 这个金川吧 费了很大的劲 让那个裴明 陪着他到处找地 这个去祭奠 然后这个林黛玉说 说好像一个人 何必这么俗气呢 祭奠主要是一个心 心香一般 这就说得非常好 是 你烧纸 你在心里的烧 你拿一张纸 你把它烧了 或者是 当然就是搅成钱 能干什么 你在心里边烧 你自个静静的 说去干嘛的话 你找个地儿 你待一会儿 你真是默哀一会儿 但是中国人这烧纸 是有很现实的 他都是烧的是纸钱 就觉得你死了以后 在阴间 我们这个亲人 还要让你过得好 不能没钱 不能没钱 对吧 现在光是在心里 包括拿纸糊个二奶 也给爹烧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您说 有没有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 有 还是跟咱们这种农民的生活方式 你比如咱们这是烟熏火燎 酷酷闹闹 热热闹闹 但是你相比之下 你刚才讲这个阳节 那感觉你比如是圣诞节 或者什么 好像都觉得他们是不是感觉 干干净净的 有这么一个感觉吗 我闹不清 这个阳节里头 它有些节日的活动 也有它热闹的地方 圣诞节它和宗教有关 就是到了午夜 还要进教堂 对 但是它的万圣节 这鬼节可就是最热闹的 最公众的 在街上出 对到那天你要是 我因为去年这个圣诞节 正好是出去有事 我倒不是 我没穿什么特别的服装 可是那天晚上 无论是在地铁上 在街道上 在商店里边饭馆里 到处都是各种年龄的人 穿得稀奇古怪的 各种各样的鬼 他真是狂观 鬼节这点和中国的春节 就过年还一样 就小孩一家一家的跑 要糖吃 要糖吃 这太像中国人了 而且还跟慈善结合起来 他那个学校里边都给你发 到圣诞节之前都发一个小纸 小纸包 小纸袋 你去要完糖 然后还可以人家给你投点钱 都捐赞到 建英刚才说那个祝寿吧 我反正起码在大城市里头 包括我们家 我们这个 这两条我们都吸收的是国外的文化 一个就是蛋糕 蛋糕我不是 那个寿陶非常好看 但是寿陶 他现在还没有人好好研究 蛋糕的材料好一点 他很宣 也不是 里头也没有多少面 馒头什么的 寿陶其实就是馒头做的 上面点点粉 就是点点红颜色 对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蛋糕 而且蛋糕里有的 像还有冰淇淋蛋糕 对对对 还有巧克力蛋糕 对 还有这个乳酪 就是这个水果 不是我这次吧 你看 也是这次我要了一个蛋糕 你看我妈她说要中英文 这两个 可是我说那您要蜡烛吗 这上面应该是点蜡烛 比如80可以点8个 我妈这不要 这一点上 他就那个旧的又回来了 吹灯拔蜡 这太不吉利了 他还是有这个你知道 所以我就说刚才你们说 这个有些中国的传统的节日 比如说咱们现在年轻人 你让他去过 请中国的传统的 青春节应该是七夕 可是这七夕 这故事非常美丽 也很也相当悲惨 气美 台湾人 没错 台湾人爱说气美 都见不着 然后而且他一切 你想牛郎 那两地分居 好不容易见一次 而且一个是牛郎 一个是织女 都是农工时代的 你要听他们点悄悄话 按他那传说 你还得到什么丝瓜架底下 一切都跟农村有关系 那现在我觉得连就是农村的 小小姑娘小伙子 都不会愿意过这个 他到一道城市里 肯定还是要过情人节 送个花 弄个什么卡 他觉得这个很潮 对 他刚才说这个 我说还有一个吸收的 就是你说过生日的时候 祝寿的时候 咱们中国缺少歌 结果大家还是唱 那个happy birthday 朋友 祝你生日快乐 他这个念的也挺顺 祝你生日快乐 正好跟他这个节奏 完全适合 你说你 要是有作曲 要能做出中国歌 这完全中国式的 是不是 反正就是 你现在中国传统的这个节 过起来觉得有点缺乏内容 就是说 就像你说的 如果是七夕 牛郎之女 你要过 那你跟年轻人说干嘛呢 你知道吗 西方人说这一天要送卡 巧克力 他有个事干 那你说我们 现在中国的节 内容正在增加 你比如说这清明节吧 现在咱们拿北京来说 一个是祭祖 一个是春游 很明显 这个太清 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您不春游 您什么时候去春游 对对对 是吧 这个正月的 就是这个春节 就是大年了 过年了 过年嘛 这个现在非常明显 探亲 是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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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春运 对 春运 春运 对 叹亲 这个吃喝玩乐 但是你看春节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聊呢 我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 反正现在城市里的人 觉得春节的 这个是一年不由一年 就觉得 说这个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那天我们聊出一什么呢 想想我们小时候 为什么那么有感觉呢 好像跟穷有关系 为什么 就是过去这农民等一 我记得我一年吃不着什么肉 是 那一年也不会换新衣服 这事就都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有了 所以你会有那种感觉 你不光农村 我在北京都那样 一过春节的时候 我这个母亲姥姥 她们就告诉我 说今年春节 咱们家要买一斤肉 哎呦那真是 那盛大盛矿空前 没错 这真是 咱们记得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说咱们这个 这个是不是中国的节日 都跟吃有关系 有 大约 中国不其实是节日吧 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 就中国人一见面问 吃了没有 而且中国这些年富裕了吧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形 就是一到聚会的时候 不仅是大鱼大肉 大家在那经有味儿吃 而且说的话题还是吃 而且经常这个吃呢 是回忆当年怎么没吃没喝的时候 如何就是吃的更有味道 那一就那您说那一斤肉 当时比如二两肉 怎么炒肉丝在什么地方 和谁又说的惊惊乐道 你这个话题如果不打断的话 我遇到很多次 从头说到尾都是吃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饥饿 这往后一辈子的机会 长期的饥饿所造成的 那个基辛格的回忆录啊 Kissinger他回忆录 他说他就是第一次来北京 后来又陪这个尼克松来 说每顿饭吃的呀 他说是他预料 他估计中国古代肯定把一个外国大使给饿死了 所以见着外国人呢 就是吃满汉全息 我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遗传细胞里的 有饥饿基因 这个他是他著名的这个观点 所以说你比如说现在这春节 吃都不成什么问题了 都大吃大喝了 气氛呢也就没那么迫切 不农村里的还有啊 农村里的还有什么汉船啊 龙登啊南方的这个耍狮子什么的 我呀我提倡过一个事 没有没有人响应 我是觉得这个春节啊 应该大做这个就是唱大戏 它是一个民族戏曲的节日 过去我被春晚代替了 对了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小的时候啊 那时候所谓所谓旧社会 一过春节北京的这所有的商店 除了中药铺开一个小孔以外 别的商店起码休息五天 初一到初五 最起码是休息五天 那么长的就休息十五天 到中秋节 干什么呢 一个是探亲回家 不走的就唱戏 你不管什么铺子 它上着外边上着板 这个上海叫什么打烊啊 打烊 打烊 对对对 打烊以后呢 里头叮当 敲窝 敲窝 里头上席 您就是刚才说 你像说正邪的这个事儿啊 说你觉得这个节 它还能提倡一个 或者说这个阳节这东西 能存在吗 差点完了 完了 下一节 下一节